它虽是一碗汤却能品到家乡的味道 它虽然于此却被人们传播到天南海北 全国的面都可以看得到 卖得到 小小一碗汤如何拥有如此大能量 一个星期来五六四吧 哎呦 那也差不多快每天了 对 是吧 如今在西华县小美食做出了大市场 敬请关注本期的《生才有道》 各位好 我是香菲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周口市的西华县 西华县有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每年为西华县带来的效益 达到了四十多个亿 这个产业还形成了一个劳务输出品牌 从西华县走出去到全国各地 经营和这个产业相关职业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十二万人 你想知道这个产业是什么吗 我可以提示给您的是 这个产业和美食有关 刘建华 河南省西华县 逍遥镇东门村村民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家务农 每天早晨他都会像这样 在家人还在睡梦中时 他就准备好饭盒 出发去购买当地的这道美食 在西华县有这样一句话 每天早晨只有享用过这道美食后 当地人的一天才算真正的到来 这道美食呢 西华县的人每天都离不开 周口市的人每天也离不开它 乃至河南省全国各地很多的人 都非常钟爱这道美味 与刘建华不同的是 在逍遥镇 在西华县 在河南的很多地方 人们走出家门 来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美食店里 享用这道美味 每天都来吧 每天都来啊 这是你们家的食堂啊 一个星期来五六四吧 哎呦 那也差不多快每天了 两三天都来一回 什么样的美食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吸引着当地的人们天天去光顾呢 其实它就是产于当地 而名阳四海的西华县逍遥胡辣汤 您可别小瞧这小小一碗胡辣汤 胡辣汤在当地的盛行 实际上是反映了河南人的一种饮食习惯 河南人喜欢喝汤 有洋汤 水席 会面 这些都是以汤作为基底的 在河南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唱戏的腔 厨师的汤 可见河南人对于汤的重视 而对于很多出门在外的河南人来说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喝一碗味道地道的胡辣汤 他们可能喝的更多的是那种 对家乡的怀念 喝的更多的是一种香愁 从小喝到现在 从小喝到香的习惯 长大了 他必须再喝 少不了这个东西 一碗正宗的逍遥胡辣汤 所涉及的香料就达三四十种之多 经过民间若干年的加工发展 一种以适合北方人口味 汤香扑鼻的胡辣汤 在逍遥镇诞生了 胡辣汤不仅色鲜味美 而且经济实惠 所以受到众多的消费者普遍欢迎 逍遥胡辣汤它叫汤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餐饭了 汤内食材十分丰富 有主食 有蔬菜 还有牛羊肉等等 可谓荤素巧妙搭配 喝后回味无穷 香药镇这个小镇子不大 全镇的总人口也就是八万人 在香药镇有一户姓高的人家 正是因为高家他得到了 香药胡辣汤熬制鸡的真传 所以高家祖祖辈辈都通过熬制 逍遥胡辣汤以此为生 传到今天已经是高家第十三代传人了 这个人叫高群生 高群生根据他们家的祖传秘方 更是经过多年的努力 自己逐渐地摸索出了一套 更加适合现代人口味的 逍遥胡辣汤的配方 高群生开胡辣汤店有点个性 不管他家生意如何火爆 他就坚持只开这一家店 高群生坚持用传统的技艺 熬制胡辣汤 在2010年时 胡辣汤的熬制技艺 被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收入禁区了 而高群生则被评为了 此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给我人这么说 老祖贤通过上千年的传承 你做的一碗汤 你没有叫老祖贤做汤这个文化 不能叫他丢死 如果说一碗品质上好的胡辣汤 香醇浓郁是根本的话 汤中的面筋则要弹牙爽口 保持传统手工制作 是高群生胡辣汤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手洗的面筋韧性好 吃到嘴里有嚼劲 然而手洗面筋 费时间费体力 工序虽然繁琐 但高群生认为 老祖先留下的手艺 是有他的道理的 既然自己是传承人 就要守着这些规矩 把它一直传承下去 练习了洗个十五遍的 什么时间没有混水了 等于说洗好了 这个有个十五遍就可以 现在这个面筋师在锅落 不锅落它这个少出来糖吧 它不好看 很凉 胡辣汤的凉度 不过落得大不倒 不同于其他汤的勾芡方式 逍遥胡辣汤勾芡 是用洗过面筋的水来勾芡的 过滤完勾芡用的面筋水后 洗面筋就可以进入到下一道工序了 洗面筋它只有一点的技术 必须得将这个里头的浅水 这个洗出来在窝成团 收洗面筋给这个 机械化生产这个面筋 它这个是不一样 它这个收洗的面筋 它这个人性好 之后用纹水 凉水不行 那菜的掌握时间 那给后期制作吧 这个大火这个 坚定的技术吧 收洗面筋的难度 第一个在于 要掌握醒面的时间 第二是面筋再次发酵的水温 也是关键点 如果此时水温不恰当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 后期面筋拉片的时候 造成面片过厚 和面片拉出洞的问题 那就会影响胡辣汤 整体的口感 这个水温面筋 它给这个下水浇一样 要是这个猪的荷料 它不能大火 它不能大火 小火都可以 因为大火它容易 这个什么的 外素 这个离谱素 出现这种情况 它给下水浇一样 它不会说 叫它 你大火 皮子烂来 看那馅儿出来了 跟那个倒的 那样一样 现在我感觉是 作为这个穿成人 马虎辣汤穿成人 我感觉这个 你这个老祖先 留下来的这个穿成东西 你这个 这个已经上千年 你不能叫它 这个丢死吧 高群生把醒发之后的面筋 做成片状 放进锅里 煮十分钟后 捞出瀝干 再将这些面筋 切成适用于 胡辣汤的块状 这样手工制作的 面筋就算完成了 食材准备完成之后 熬制胡辣汤的进程 才能真正开始 将事先磨好的 几十种香料 和手工制作的面筋 下入高汤中 等到热气蒸腾 锅开汤滚之时 正是勾芡的 最佳时机 现在在勾芡 看 说的样子 一看这个稀臭 挺有的声音 不知道浅的稀臭的 胡辣汤那个会儿 它是辛苦 早上把从三天中 三天半 做要子来起床 用酱形 这个酱形 去做这碗汤 全国各地的 由于是莫名而来 这个喝一口 春桶的吉 做出来的胡辣汤 这个是在本地的花花菜 用红薯粉 红薯粉条 用粉条来来不行 传厂人必须带传厂 这个包括记忆 在花花糖记忆 我这个门一年吧 像这个全国的学院 基本上门一年都 收十五百个 我的学生 他能拖聘 支付长手 我也很欣慰 高群生经营胡辣汤店的诀窍 就是秉承传统 坚持传统 既让高群生守住了手艺 同时也让高群生留住了时刻 如今高群生也把这一门手艺 传给了他的孩子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有志于从事胡辣汤的年轻人 保持传统并开拓创新 这便是逍遥胡辣汤 能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而在西华县城 另一家生意火爆的胡辣汤店 为了适应城市人的新需求 应运而生 跟随着我进来的还有很多的时刻 都是到这家店来就餐的 那现在这家店的主要的经营的项目是什么呢 我们来问一个人 来 你好 你好 他就是这家店的经理 李建民来解释一下 李经理你好 他们到你们家到底来吃什么的 胡辣汤 胡辣汤 对 可是你知道我对你们家店的印象是什么 我真是没有想到 就是一个胡辣汤 设计能那么的敞亮 是吧 然后干净 整齐 每天就餐的人说 都像今天这样吗 对 每天几乎就是这样 我看到他们 甚至都是一家一家所来 对 对 就是周边的居民比较多一些 然后上班族多一些 上班族多一些 对 还有一部分客户是命名而来 因为我们逍遥这边胡辣汤 很明明的 好多人从外地命名而来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家店经营得这么好吗 你给我简短的用几个字帮我整结一下 真产品 实价格 零距离 个性化 打造一个一流的环境 一流的环境 对 这就是我看到的 对 到一流 其实我觉得和一种大品牌的快餐店 真的是差不多 原本起源于路边摊的胡辣汤 如今登堂入室 并且可以以现代化的包装风格迎接时刻 一个胡辣汤店 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精力去打造环境 这又能为经营者带来怎样的效益呢 比较热呢 心心好 对 因为我们人妈都喜欢臭热闹 这家开店以后都经常到这边来 有多经常啊 几乎每周 基本上早上都不够饭 全在他们家解决了 对对 最喜欢他们这个明厨亮照嘛 然后比较透明 都看得到 这个比较好 今年上半年和去年比的话 增加了30% 你看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 和顾客邻居里接触 你想吃什么 可以直接看到 邻居亮照 对对 客人在就餐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在师傅 每一个操作环节 敢于亮电 敢于创新 将自己的产品质量监督权 交给消费者 让顾客吃得放心 同时找准市场定位 满足食客 不仅消费美味的需求 消费者在整个用餐过程中 都有轻柔的音乐相伴 桌椅区别于传统的木桌椅 灯光柔和 消费者吃完饭后 还可以在这里休息 让人们吃得放心 吃得舒心 这胡辣汤本身是一个特色人士 然后我们把它讲工业化 去埋化发的 包子 当天和面 当天和馅 当天包出来 当天卖是吧 对 图一个新鲜 对 我们早期老点起来 就是准备空 不耽误 不合适 我们家比较受欢迎的 这个水煎包 是那边卖完了 然后呢 这边馅包 而不是说把这包子 包好在这儿背着 不是 都全部是馅包 因为每天量非常大 基本上它是20分钟一锅 然后量很大 但是需要馅做 外焦里面 另外就是这个 水煎包的馅特别棒 特别好吃 我们这个馅 每天是馅盘的 然后里边提鲜 增香的东西 都是新鲜的一些料油 像葱 姜 八角 花角 这些大料在一块 复合的我们熬的一个料油 馅盘的馅 所以特别棒 也就是说你提鲜呢 是靠你的那个 熬出的那个料油 而不是靠什么味精啊 鸡精是吗 对 每天要熬一大锅 那个料油 把最传统的胡辣汤 做出现代感 将传统美食 和现代的餐饮 服务意识相融合 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创新是李建民 经营胡辣汤的 一个最重要的思路 他的胡辣汤店 处处体现着创新 创新为他带来了 客源和生意 我问小李 为什么他们家的胡辣汤 做的那么的好吃 他说他们家做胡辣汤的 整个的过程 是现代化的 而且呢 他有一个宝贝 是专门用来熬制胡辣汤的 这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那现在咱们就来看一看啊 我想问问你 那个宝贝到底是什么 就是它 导热油锅 导热油锅 对 它和咱们普通的锅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它是双重锅 有个内胆 然后它是用工业油加热 三百六十分加热 也就是说你这个锅 不是单层的 里面还有一个夹层 对 那个夹层里面装的是油 对 工业油 这个油呢 先把油加热了以后 然后再用 再用这个油来加热里面的汤 对 哦 好舒适 好舒适 胡辣汤要勾芡 不容易糊底 熬出来的汤 没有那个糊糊的味道 如果师傅不小心 他妈会熬糊的 小李 你看这地方 有个口 这是干嘛的 它就是加工业油的 哦 它倒热油 我们称为糖 哦 注油口 对 也就是说 其实你先用电 把那个油给加热了 对 然后用那个油 导致桶壁加热 对 这样的话 我的里面加的那个 芡粉也好 汤料也好 它受热就均匀 对 三百六十度 不死角 对 好 餐饮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可以归纳为 生产工业化 产品标准化 服务规范化 李建民正把传统的胡辣汤产业升级改造 用创新去拓宽胡辣汤产业更大的市场 用创新去满足现代人更多的需求 一般的火 它们达不到这样的火力 是的 这时候就可以下线了 关了 有油肉的 有羊肉的 这都是自己选猪的肉 自己选猪的肉 达到了一百二十四度了 完全沸腾了 然后现在可以下线 这都可以了 下锅交锅 一边搅着 对 而且我看它倒的芡汁的速度很慢 对 要均匀是吧 你别说 你别看一个搅拌 它呢也是真是手艺 是吧 它搅拌的角度 还有速度 还有力道 那都是 多少年的经验 才能够把握好 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 这个做完了切以后 它不匀 不匀 口感也不好 对不对啊 不同于高群生 与李建民开店销售胡辣汤 现今 逍遥人牛悦艺 对传统汤料配方 制作工艺 进一步探索 研制开发出 方便胡辣汤 水冲式胡辣汤 企业化工业生产 让老百姓真正做到 足不出户 就能喝到正宗的 逍遥镇胡辣汤 这里呢 是牛药艺的产品仓库 老牛都把胡辣汤 做成素食产品 并推向市场 那是2005年的事情 当时呢 它的产品呢 尽管受欢迎 但是呢也就局限在 周边的几个县来卖 一年的销售额呢 是几百万 到了2018年 你能想象到吗 它的销售额呢 就已经突破一个亿了 它的销售额变化如此之大 这取决于老牛呢 从中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 正是因为这个决定 改变了老牛的销售模式 也让它的产品 从几个县 已经变到了全国各个地方 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呢 走 咱们跟老牛聊聊去 老牛 我看这车都开到仓库来了 你准备发货吗 对 我就拿了车 快递的车 快递啊 现在快递都直接到你厂里来拉这个东西了 对 我们签了协议 现在我们的货 每天都是快递直接给我们发货 你一天要发多少单 我们现在是淡季 淡季的时间 我们基本上是一天的销量是一万单以上 淡季一万单以上 这个是非淡的季节 因为是胡辣汤嘛 它比较热冬天会火 对对对 夏天最热的时候淡季 那还发那么多 对 原来这个销售模式的只是在附近的几个地方 现在咱这一块销售这一块 在网上销售能在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得到没得到 非常方便 加入电商 线上销售 这个决定让纽约裔的即时胡辣汤如虎添翼 销售到了全国各地 如今 纽约裔的即时胡辣汤 在网上和线下销量已经各占50%左右 哦 很简单 就两包 对对 是吧 这个是 这个就是菜 菜 里边的脱水的蔬菜 豆子皮 然后这个呢是 这里就是粉板 淀粉 我们做胡辣汤的主要是原材料 胡辣汤料 味道都在这里面 对对对 哦 我听说你做胡辣汤 那里面什么所有的调料 加上食材 加起来得有几十种之多 将近四十种 然后你就都浓缩成这两包了 要我怎么说呢 老牛他做胡辣汤呢 真的就是有特别牛的办法 到底怎么样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咱们现在你就带我去 教我做 好不好 好的 如何把传统的胡辣汤 制作成易于携带 能让人们随时都可以 自己在家做的美食呢 经过多年的研制 牛月翼解开了这个产品密码 将胡辣汤工业化生产 确定制作标准化 这样对于从来不会做饭的人来讲 只要按照标准操作 就能做出一碗正宗的胡辣汤了 我就想试验一下 到底是不是您说的那样 就不管什么人 拿了你这个包 照着你的说明方法 然后就能做出来 好不好 对 好了 水啊 我给你量化了 因为做这个东西 必须要量化水 你水多辣 我明白 水多辣 水少辣 对这个胡辣汤的口感都有影响 水多了 味道寡淡了 水少了 盛粥了 是吧 对 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一包应该是做几碗汤 我们这一块是三到四碗 一家人呗 对 正在演示的这个产品 是牛月翼 及时胡辣汤的第二代产品了 第二代产品比第一代产品 增添了骨汤包 用老牛的话说 他第二代产品因为用了骨汤包 所以味道已经可以无限地接近 逍遥胡辣汤的味道了 现在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勾芡的这个秘诀 怎么样勾芡 那个火候怎么拿捏 应该是效果最好 这个实际上这个汤啊 它的灵魂就在下芡这个过程 下芡的时候要大火下芡 这个火放起来 火开到最大 这个水滚到最大 然后芡慢慢地倒进去 倒的时候顺时针搅拌着 顺时针搅拌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芡如果是它落滚了之后 它里边这个芡粉不能充分地发挥 就影响了这个汤的粘稠度 顺时针 慢一点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 等一下不要落滚 等一下再倒 哦不要落滚 就是不让你倒得快以后 这温度就低了 对对 咦现在还好哎 对不对 对 然后要煮多久 一般就是三分钟左右吧 三分钟 对你看 即便刚才我操作的时候呢 有点无差 但是你看它那个亮度 是吧 哦 现在那个胡椒的味道 就已经闻到了 已经来了 已经闻到了 然后你看你煮的过程当中 这个面筋呢 也已经 对 慢慢地就膨大起来 你看这个 哦木耳 对吧 对 所有的食材 就全都能看出来了 对对 小香葱 对 古汤包的加入 让牛月艺 及时胡辣汤的品质 有了很大的提升 汤包研制的最大问题 就在于 既要保持原汤里的 有益成分 同时还要不失口感 怎么样的嘛 好 是吗 好喝 怎么好喝 有味 有味 好多 弄 弄 我那好喝 好喝 怎么好喝 味道咸 鲜 还有呢 拿拿的好喝 哦 好喝 谁说拿拿的好喝 虽然就这么几个字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说的心里话 如今 逍遥胡辣汤 在许多地方家喻户晓 被赞许为 北京大碗茶 逍遥胡辣汤 逍遥镇 亦因胡辣汤 而名扬省内外 在河南省西华县 除了运用特色手艺 制作的胡辣汤之外 当地人 还以别的门路 发财致富 富国鹏就是其中之一 他生产的无炕蛋 这些年 给他带来了不少收入 如今在当地 无炕鸡蛋 也逐渐成为一个 新的经济增长点 96年开始 慢慢地盖成这个蛋去了 两年前年 这慢慢地发现 这个蛋鸡在升级 从这个普通鸡 质量提升起来 叫这个参质提升起来 都是相当 在这个抗氧树这一块 容量太大 都是满门地 从这个肩抗 都是叫这个抗氧树肩脚 省在无炕这个鸡蛋 从这个零产年度 开始慢慢地 从这个中国代替西游 慢慢地这个 这个省在抗氧树 那个静止抗生素呢 其实就是在饲料里 其实要静止添加抗生素 那么无炕呢 就是说 它其实另外一个 简单地就是说 是在这个 我们吃的鸡蛋产体 然后检测不到 抗生素的残留 无炕蛋的无炕 是指无抗生素残留的鸡蛋 从2005年开始投入研发 到2015年的无炕鸡蛋上市 傅国鹏整整经历十年时间 经过反复地研究 中草药的配方 傅国鹏最终培育出 自己的无炕鸡蛋了 蜡蛋羹 荒气 荒电 主要是夹到食堂里边 给几只一个 这个属丝的一个翻经 让它达到不生病 几只里边的热气 给一些有害气体 这么给它泛出去 15分钟 整个叫几只的空气 给它泛一个新鲜空气 储藏是内间人间 大皮是由在这个 在这个指尖中心里去剪 销量呢 很好 你想这个在现在都定了 什么是吧 从这个一星期一地的 这个鸡蛋全没有了 前年都能占据 一千多万到两千万吧 善谋感为的河南人 他们在传统记忆的 坚守和传承方面的执着 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应该有 让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 做到最好 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的这种追求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 所从事这份职业的敬畏 更是一种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 刨丁解牛 也可以登风造极 好了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节目 我是萧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 quoted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 greth